電風風上頭 驚頭來嘉義 嘉義是有民眾道工在一些公園裡面 涼亭仔 有人在那整天 跌破道開槓 而且不過催暗 市府有派人去選島 不過發現說 要是有這麼一個人 沒太過激 為了要不然 作弄更大的稍微風險 嘉義市政府現在暗示 要這陣子把涼亭仔攏風起來 再次來到菜市場 鄉民眾選島風雨關鍊 不過也是看得到 有民眾嘴巴不夠好 大部分都有帶 其實至少部分就是帶的不完整 沒有這部那個頂 只有這部口 在這裡市場的風雨選島 公園涼亭市府派的人用房子封起來 因為經過這幾天的選島 在涼亭裡面的人 也是沒辦法把嘴巴刮好 為了那邊做成以前的團罰 市府決定整個地方不要讓人進去 來做一個菱形隔網的那個圍起來 菱形隔網的材質是塑膠材質 避免說民眾再擅自傳入 理論表示 市府一直有派人來選島 但是選島永遠在開之後 這裡的民眾也要是把嘴巴拿下來 現在涼亭風起來 希望民眾可以向上提醒 在這段風雨的期間 也要是不要有昏述的行為 而且嘴巴也是要掛得好 記者 明慧庭 加吉報就好